尤其是倒地是绝对不能进打 比赛开始了 外人瞩目的狂人冬瓜 走点语室 李刚比赛开始了 完了 倒地以后不能进打 倒地不能进打 你在这一次比赛里面 狂人冬瓜 真正的发挥起了 他的全的力量的优势 不给点语室 不给涌出 李刚任何的还手 就是计划和时间 我就打进战 我用我的力量 我乱炸 这样使得 李刚他不可能发挥 从他的两一的点血的 技法 他没有机会 根本没有时间 我们看到 比赛结束 为了保护李刚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了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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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请医生 医生 李刚根本没有时间 空间和机会 和狂人冬瓜 这一教授 他的点心 根本没法实战 根本没法实战 狂人冬瓜 用他的速度力量 告诉这一切 那是李刚 在内台上 要用实力 我们镜头 我们镜头分别给 李刚先生 和我们的 红角选手 冬瓜 一些破写镜头 这样比赛 为什么 冬瓜 如此气愤 因为在 二月份 到我们比赛 之前 这个期间 李刚在网上说 冬瓜之前 打的 雷雷和 田影 都是假的 因为冬瓜 一直都 宣扬着 自己要打假 打掉假的大师 但是 如今 李刚说 冬瓜 打这两个大师 是假的 就是 对于 我们冬瓜先生 最大的侮辱 所以冬瓜 这样比赛 特别气愤 才到 才导致 出手 如此恨毒 哇 这场比赛 真的是 血腥 惊心动魄 哇 我相信 大家现在的心 都没有平静 如同我们 冬瓜先生 在擂台上的步伐 不无法 停止下来 我现在的心跳 还在 奔奔地 加速着 对 我们大家 稍安勿躁 给吕刚先生 一点时间 我们大家看到 他血流不止 也是为了 给中国传统武术 证明 这样的精神 鼓励他 站到这个擂台上 好 好 接下来 宣布 本场比赛的结果 在第一回合 47秒 徐东方 K.O. 获胜 掌声